韓國瑜昨天晚 今天到新竹和國民黨立委候選人 一起聯合造勢 而網紅四叉貓又來算人頭 而他擔心韓粉會攻擊他 他說他這次只是來新竹吃米粉 不小心路過 所以竟然算了一下人數 那從他拍攝的影片來看 在後方的座位區 通通都沒有人坐 一片空蕩蕩 我們來看一段現場狀況 有力量對不對 但是他並不是只懂科技 他也知道把老人長照的 特別扣住能夠提高 那可以看到當時前總統 馬英九上台致辭 而韓國瑜也在台上 可是看得到後方的座位 都是空蕩蕩沒有人坐 而四叉貓也指出 他把現場分成四個區域來計算 第一區的椅子數量 大約是1160張 第二區大約是1426張 第三區1404張 第四區是1111張 而四個區域的椅子 加起來也不夠5100張 甚至還沒有坐滿 所以他估計這樣的造勢人數 大約是4000人 台上甚至還一度喊到現場有2萬人 而貼文一出也引發網友的熱議 那也說四叉貓真的很有勇氣 難道不怕被韓粉攻擊嗎 agrade經 represents 甚至 fire 詞